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掌控的京风铁路的交界处的三孔桥紧接着一声爆炸 正好炸毁了张作霖乘坐的第十节车厢 最终也炸死了张作霖本人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黄孤屯事件 然而大家有所不知的是 在张作霖死前曾经做过一个决定 而这个决定让整个日本为之震惊 甚至于吓得日本人差点就退出东北 回到海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我们一起来看看嘛 当时张作霖本人已经得知日本人要对自己动手 于是在回京的时候 特意加上了慈禧太后留下来的那杰兰钢车厢 作为自己的专用车厢 该车厢的抗爆性能足以和今天的美国总统专用车厢提并运 并动用十几万东北军驻守整个京凤铁路的沿线 然而日本人为了达到目的 竟然动用了120公斤的炸药 专门在兰钢车经过的时候 引爆将张作霖当场炸成重伤 张作霖事件发生后 张作霖并没有被当场炸死 这样的结果也是得益于自己做的那个决定 就是动用了慈禧太后的兰钢车厢 正是这节车厢保障了张作霖没有被当场炸死 而张作霖又没有被当场炸死 对日本人有着很大的影响 张作霖在黄姑屯事件生死不明 但是黄姑屯事件的发生 确实引起了整个世界的关注 整个日本的内阁都为之震动 因为对于日本而言 张作霖本身是一个被他培养了 很久了的所谓自己人 张作霖要是出了事情 这本人几十年的心血就算是彻底泡汤了 而对于关东军而言 这件事情本身就出自他们之手 如果没有炸死张作霖 那将来的后果能且只能有一种 那就是张作霖在死里逃生之后 会不惜一切代价 针对关东军展开疯狂的报复 而这种报复 针对关东军而言 就是全军覆没 想当年张作霖儿子被日本人物抓进去 张作霖集结部队练练兵 日本人就乖乖把张的儿子放回来 足以见到日本人对张作霖是有多么害怕 关东军如今针对张作霖动手 如果还不能彻底炸死张作霖 关东军将要面对的局面是可想而知的 于是张作霖出世后 日本人一天好几次 跑到大帅府尚需寒温暖 目的就是要弄清张作霖的生死 在几次无果之后 日本军部甚至针对关东军 下达了随时准备撤离东北 回到海上的命令 可见关东军对张作霖的畏惧 然而事实上张作霖 早已经死在了抢救的半道上 这个是东北人乃至整个中国人 都必须面对的现状 在指令包不住火的情况下 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 只能硬着头皮 掌管了整个东北军 同时宣告张作霖的死亡 直到这个时候 关东军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